輪胎在中間狂燒 群眾手舉標語 甚至還有污衊字眼 因為這次印尼國會修法 引發眾怒 印尼憲法法院20日裁定 地方政府首長候選人的 參選年齡需達到30歲 但國會隨即修法 要放寬年齡限制 此舉被外界認為 是在為總統佐科威的兒子 卡桑11月的參選鋪路 因為卡桑12月底才年滿30歲 國會想要修法改為就職時 年滿30歲就可以 讓卡桑可以參加11月的地方選舉 引發民怨 印尼學生在國會外抗議 一度推倒國會大門 甚至比出不雅首勢 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交通大癱瘓 警方派出上千警力 發射催淚瓦斯 不少印尼民眾認為 國會反對法院的裁決 是出於政治動機 並且違背民主 激烈的上街抗議訴求 顯然奏效 證實黨下國會修改選舉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記錄 支持詢3的新聞 advis